念歌唱曲 改新聞 沒歌沒曲 都沒的青春啊 年輕人有年輕人的青春 黑日送也有黑日送的青春 歡迎來收聽 文彙的Playlist 讓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黑日送的青春 若是說起到校園民歌的源頭 一般就會說到李雙哲的淡江事件 那時在淡江大學的演唱會頭上 李雙哲來學友同學學生 別說一直在唱這個西洋的民謠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唱自己的民謠 他們發到那時的大學生 就開始來唱自己的歌 唱自己的歌這個時代 約五十多年 黃昏的鄉村道上 灑落一筆溼水殘養 稻草也披肩柔軟的金黃鮮山 遠處 有啊名有洋 指头是铲儿高唱 吹点月鸟鸟 随着环境飘散 十字构的窄窄的天增上 听着脚步变化变化香 伴随着身上紧接的呼唤 带我走回童年的时光 他们开始用到自己生完四周围的地材 来生一些音乐的創作里面 一开始是先用到那当时学生所设施的 这个新歌典籍树 譬如讲熏的少年中国 杨葵的鱼公衣衫 当然也还有余光中和郑丑鱼的西丁丁 然后也还生一些 输出自己感情的一种清新的小作品 不过我们也应该了解到 在那当时依旧七空年代 教育体系和中国的国家社会 都集结你教育学生就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不但是尽量切割日本时代的旗帝 也尽量来消毒台湾意识的布衣 所以你那当时的学生 他的作品传闻到中国的春秋台湾 这也是没什么遗憾 但就是在这些好风民歌里面 如果是有出现这种台湾的异乡 这才是遗憾 各位欧日赛 你应该也是有经过的 在这些好风民歌那个年代 你一定会记得 虚拟的乡丑这件事 这是我在金门作冰那当时 因为是第一次来离开故乡 所以真真正正去让我感受到 什么叫做乡丑 那当时我在看书 我的书头上有一个书签 那个书签头上记录到 讲述所下的少年中国在休息 说古老的中国没有乡酬 乡酬是给没有家的人 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酬 乡酬是给不回家的人 看到这个书签 我以前学生时代 那种所有的乡酬 一朵一朵都普遍在眼前 我思考到学生时代 你看时慕容的册 这个册记录到大漠儿女的乡酬 那当时我也对着去 愿望说可以在这个蒙古大草原 不是说自己也应该是 要站到这个买 在这个草原头上 在那个乡酬 真正当作是自己也应该是 大漠儿女 我也曾经 我有想要逐鹿中原 这种的威大众子 不过我忽然去意识到 以前所有的少年强说仇 那个乡酬 原来都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我的乡酬其实是昆白日配偶更过去的那个台湾 并不是你会问又更后边的那片恐慌的工山 我夫人敢认识了 我夫人敢认识了 原来在处近前 我所有的那个乡酬也不过是去让冠在头脚里面的一种既地 那是一种虚拟的乡酬 各位老师 如果你们是 如何能够去意识到 自己头脚里面的那个记者 那个乡酬 那个中国的概念 是去让冠在头脚的记者 如果这样回头再来看看 我们到底自己是什么 这个所有的乡酬 这件事对你来说 就已经是不需要了 因为 我们就生活在自己的土地头上 要带来的乡酬 好风民歌里面有很多关系乡酬的歌 看起来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听这个歌 但是 乡酬的歌不必听 但是故乡的弟弟是不可以去放不去 好风民歌里面感情真的没带去歌 当然也有 唱唱简上人 他就是一个很认真你记录台湾英雄的 大鞋的方鞋 张鞋的俏逃 看起来人抗刀 小帅呀梦坏呀 老帅呀咱俏 自己的时间头 以后这两首歌 咱们还有其他的 其他愿意来描述台湾英雄的歌曲 听起来会有 其他愿意来描述台湾英雄的歌手 还有他的家乡也有王梦林 不过他们都是以发力来表达台湾的英雄 好风民歌走到六月 因为新闻叫歌手的新杂 以及政府的高雷 渐渐渐渐向中国花 也是因为这样渐渐运台湾的民意 青蜜最严重吹了后 三个的手蕾搏都要 驾到队里面小点头 别叫笑咧你就别走 青蜜早舌啊 两三款太头 等下来拼唱 水的时间头 本人 八字卷在 č mexemiro 看向前能挺住 全席充尉转切仔 ή can ću 水的是燕頭 本人 八字卷在 č mexemiro 看向前能挺住 全席充尉转切仔 ή can değildi 水的是燕頭 水的是燕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